各位傳媒朋友 早晨 也是今天早上來的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向大家發言 之後接受大家提問 因為疫情關係 讓大家在記者會中 盡量保持距離 我們現在會先請行政長官向大家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早晨 先跟大家講講有關於 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 過去兩個星期本地個案是清零的 我們最後一宗本地未有源頭的個案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一位員工在機場的貴賓室 但遊行這個個案並沒有引致 在社區有任何感染 包括他的家人 所以說明香港市民 在個人的防護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 沒有了本地的個案之後 所有每天大家聽到的確診的個案 都是輸入的個案 沒錯 其中多宗確診的個案 那位人士是完成了接種疫苗的 但仍然都是確診 說明打疫苗是有用的 不過也難以防止完全沒有所謂的突破 這些叫做breakthrough cases 但從百分比來看就不是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每天在機場進來都接近一千人 現在平均 我想14天以來平均輸入的個案是5宗左右 其中有幾宗都是曾經接種疫苗的 不過這些確診的人士一般都是沒有病徵 病情是很穩定的 甚至現在醫院管理局裏面有70多位 絕大部分都是輸入個案的確診人士 應該全部都是情況穩定的 有一位嚴重應該是早前的個案 說明打針是有用 打針可以保護自己 即使在外游期間確診 感染了一個病毒 亦都不會有一個嚴重的發病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長者來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的證據都顯示 長者沒有打針確診了 是相對病情嚴重 死亡率亦都相對很高的 接著我們說說打針的工作 我們的接種計劃 到今天都超過了半年了 以昨晚來計算 打了首劑的合資價 香港人大概是60.6% 我們曾經是早前有一個叫 階段性的目標 希望在暑假結束 學校開課之前 做到七成 不是說七成是一個終結的目標 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因為想配合學校可以更安全地開課 由現在到下一個月 九月底 現在今天八月三十一日 我們肯定做不到的了 即明天開學了 所以現在都是60.6% 所以我們都達成不了 原本的階段性的目標 希望再過一個月都可以做到 就是由現在到九月底 是否能夠將接種疫苗 以首劑計算 就是提升到百分之七十 但要做到這個的比率 都似乎現在的趨勢 都不是很樂觀的 因為要做到這個目標 每一天大概需要有 二萬二千人次去打第一針 大家知道 我們過去這十天八日 有時低到兩萬針都打不到 而預約去打針的人數 也不是很多 不過希望有一職日醜之後 有更加多的學生或長者 會拿職日醜來接種疫苗 所以正式來說 任何地方的目標 應該是應打盡打 就是說除了它有健康的理由 經過醫生評估 不適合去接種這個新冠的疫苗 都應該為了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以及盡公民的責任 去按住政府的要求 以及安排接種疫苗 等到我們整個社會 有一定的防護的屏障 目前來說 我們繼續推動打針的工作 是需要很聚焦的 看看哪些組群 是需要加大力度來推廣 早前我們已經特定了一些群組 就是說對於這些群組來說 你要打針了 要不然就需要定期來接受病毒檢測 而且要自己自肺 所以就有一點吹谷的作用 這幾個組群 我今天跟大家交代一下 他們的成績 都是以手針來計算的 整體公務員的手針的比率 已經是91% 醫管局是93% 醫管局裏面的醫生甚至是99% 護士是90% 安勞院士是80% 官校的教職員是90% 但留意是官校 我們不是很多間官校的 所以接下來 我們認為有三個群組 是需要繼續落力去推廣 甚至是催促 這些群組的人士要盡快打針 第一個是工作人口 工作人口的年齡分佈 應該都是65歲以下 因為他們日常會接觸很多人 他們上班時也會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他們的流動性的mobility 是高於長者或小朋友 所以工作人口是要繼續推廣打針 我們會用盡我們的方法 即是到會 或者去一些大的企業裏面 也都要求那些企業 再提供一些誘因、獎賞 或者又有少許好似我們的做法 如果不打針 你就必須要定期檢測自費 來達戰這個推廣的作用 第二個群組就是學生 現在說學生是12到19歲的學生 現在他們打了也不是很差的 有50%群組打了 因為12到17歲是後了一段時間 才讓他們打這個復必泰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長者 長者的接種率是很低的 以超過70歲的長者為例 只有30%接種了疫苗 80歲以上就更加少了 而院友 即是住在安努院社 或殘疾院社的長者就更加低 只有1成 所以長者是一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群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暫時不會再去做一些很強制性的措施 但必須要動員更加多我們去打心的資源 以及能力讓我剛才所說的群組 是可以盡快來接種 明天就是開學日了 我聽到很多學校說 暫時都沒有什麼條件可以做全日制 換句話說都未達至指標 要全校教職員和學生 都是一個百分比打針 但我希望隨著開學 學校當局或教職員都能夠見到 讓同學們回去面授課程 對於他們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都是要繼續去推廣接種疫苗 我留意到最近世衛給的指示 都是說教職員一定要優先打針 因為經過了二十個月 見到很多地方的學校時開時山 我們也是這樣的情況 同學沒有了面授課程 沒有了學校生活 不僅對學習有影響 對他的身心健康成長 都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避免 這個現象再出現 幾間大專院校都在採取我剛才所說 就是要求進入校園的教職員 學生是需要接種疫苗 否則是需要自費 來對病毒檢測 對於推動長者的接種疫苗 我看來最重要都是要解說 要他們放心 也要他們覺得方便 所以現在我們除了有即日醜 有外展隊 亦都是聯同地區的機構 辦一些健康講座 解釋了新冠疫情 打針有甚麼好處 不打針如果發病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職場如果他願意打針 我們亦都有這個能力 是跟他打針的 接下來我想說說入境的情況 近日很多商界的朋友 都說我們入境的要求是過分嚴格 甚至會影響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商貿中心的地位 甚至是有些怨言的 但我在這裡必須強調 這種嚴格的外防輸入的政策 是有它的需要 因為現在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 每天整體有七八十萬個個案 有些地方以前是管得好些 現在都是有一個爆發的情況在這裡 尤其是今次這個爆發 很多都是Delta 我想科學家都說了 Delta傳播性更加高 所以我們如果鬆懈 這個疫情更加大就會出現問題 尤其是看到越來越多國家 是採取一個 跟我們有些不同的政策 就是所謂與病毒共存 它就會很容易 在地區 在它的社區又感染 又輸出 這些個案 所以如果香港特區 不是嚴防 那個輸入 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輸入了確診個案 儘管我們用了最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 可以阻止它進入社區 即是我們可能在機場的檢測代行 或者在它強制檢疫期間 去識別它出來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 對於醫院管理局是很大的壓力 有一段時間 醫院管理局的住院人數 已經剩下30個左右 即是在確診的個案裏面 但現在又每天 五個、六個、七個 都是飄升到七、八十個個個案 幸好這些個案 因為很多人打了針 都是比較穩定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是嚴重的個案 又回復到我們很早階段 醫管局的隔離設施又不夠 甚至深切治療部的床 又不夠的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 是必須要控制輸入的個案 從而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 以及減低對醫管局帶來的壓力 我們的做法都是科學化的 我們一看風險評估 現在每一個地方 我們分了ABC 究竟它那個地方的病毒的傳播 它的個案 或者它現在採取什麼的政策 它是放手的政策 還是很嚴謹的政策 我們亦對於最高風險的地方 是暫時不批准非香港居民回來的 但是我們不可能不讓香港居民回來 所以要想辦法 讓一些在最高風險的地方 香港居民都可以回來 所以打針是一個途徑 就是要求這些來自A組的國家 或者地區的香港居民 是要完成了接種 然後才可以回來 於是這個引申的問題 就是那個接種紀錄 是否是可以被確認的問題 所以我們亦都是 就著A組的國家 除了它已經是屬於這個 有一個叫做SRA 即是Strategic Regulatory Authority 主要是歐盟的國家 美國的國家 以及內地 以及香港自己發出的針卡 以至到澳門之外 我們會逐個國家幫他們談 所以A組的十幾個國家 我們會逐個國家跟他們談 等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自己的國家 用哪種的針紙 哪種的針卡 我們看完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發放 令到前線的機組人員 因為他們上機之前 要提供這個針卡 以及入境之後 我們的同事都識別 這個是拿著一張 可以接受了疫苗接種的紀錄 但由於最大量的香港居民 所謂滯留在印尼和菲律賓 所以率先是跟這兩個國家 香港的總令市談 很高興在兩個國家的總令 和他們自己的政府 相關部門的支持之下 亦都提交了這些資料給我們 可以承認在菲律賓和印尼的 疫苗接種的紀錄 但這個做法 不可能只是適用於外傭的 所以早前是有點誤會 為何在A組的香港居民 回來還要分為外傭還是非外傭 這是在溝通上出現的問題 其實上星期我親自和總令 澄清了 不過在溝通上 他們不知為何 這麼久才可以 昨晚才來澄清 這是一個政府和政府的行為 我們特區政府和A組裡的政府 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我們談了、承認了那種針子 所有香港居民都可以同樣 以這種打了針 有了一個被承認的針子 就可以回來 當然回來 仍然是需要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包括在一個指定的檢疫設施裡 進行二十一天的檢疫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檢疫設施的量不夠 因為在外面等回來的香港居民 數目很多 特別是外籍用工 據說有幾千人 在菲律賓和印尼這兩個國家 要回來 他們的僱主等著他們回來 照顧家人 無論是長者、小朋友 或者是讓婦女可以出外工作 某程度上 我們是要讓他們逐步有罪回來 因為不能夠一天 個個可以訂到機票 就回來 又是我剛才說的問題 如果一天回來 兩千個 幾架機就可以接兩千個 即是外籍用工 或者滯留在A組的國家的居民回來 用回我剛才說的大致上 每次回來都起碼有五、六個 的時候 我們每天就不少了 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逐步有罪回來 那怎樣可以逐步有罪呢 當然配額是一個方法 不讓飛機飛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選擇了用酒店 你如果能夠訂到一間特定 做這一類外籍用工的檢疫設施酒店 你就可以回來了 因為你上機的時候要證明 你是訂了這個酒店的 這是一個現實的安排 所以不是說我們特意不去找酒店 或者有些酒店說我都想做 不過政府不讓我做 而是酒店的量 是某程度上 來達至逐步有罪回來 但是事實是 現在的量是不夠的 就是四百個房 所以我今天就公佈 我們打算是開放竹高灣 這個檢疫的設施 竹高灣有三千多個位 隨著我們沒有本地個案 也沒有什麼所謂緊密接觸者 需要檢疫 是有這個空間 可以做一個給外籍用工 回來的檢疫設施的安排 很感謝政務司司長 在上星期周末 他統籌了有關部門 去看了一次 究竟如果要用竹高灣的檢疫設施 是怎樣用呢 亦不想有交叉感染 現在我們決定了 用竹高灣檢疫設施的第一期 第二期來分開來做這一類的防疫功能 這兩期大概有接近八百個單位 大家如果去過竹高灣都知道 每個單位都不錯的 都好像一間酒店房似的 我們亦都只會用一個收回成本的價格 來提供這接近八百個單位 給外籍用工回來 在這裏進行二十一天的檢疫 初步的計算或者我們的指標 就是這個收回成本價 每日是不會多過五百元的 但實在的數我們會計 如果計出來的數 收回成本是低於五百元 我們就會收低一點的數 因為政府是不會應該賺錢 我們只能夠收回成本 但由於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要重新安排一個 訂足高灣的單位制度 和電腦系統 又要安排人手 因為我們打算是自己營運的 就是用我們的民安隊 或者其他部門來營運 亦都要安排保安、清潔、膳食 所以現在我給他們的指標 是九月下旬 大概距離現在三個星期 我們就可以開放使用 但當然開放使用 不等於它不可以早些開放 來預訂的 這個讓我們的同事 有一些詳細資料 再跟大家說了 我在這裏要重申 其實很多商會 它在香港 其實最想是通來地 因為這些海外的企業 用香港 往往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進入去內地 他們在這裏有個區域的辦事處 來到亞太區 或者中國的辦事處 是需要進入去內地的 這個亦都是有個別的商會 反映給我的意見 所以當我們大家的目標 都希望能夠盡快通到內地的時候 就更加需要外防輸入 你可以想像 如果香港打開門戶 就每天有很多個案來 亦都容易走入社區 我們是很難說服中央 是讓我們通內地 就是說免檢疫進入去內地 因為這個會為內地帶來一定的風險 所以現在爭取 希望我們能夠更加堅守外防輸入 這個政策 打枕 去到一個更加高的比率 可以在內地方面 爭取又是逐步有序 來通關 跟著我想說說 在經濟方面 上半年的經濟是明顯回升的 你會看到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是有7.8% 失業率也持續下降 到最新的三個月的季度 是5% 市面上的情況也開始活躍 我們的貿易貨物的出入口 甚至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體的經濟是復甦得不錯 所以市民要對香港有信心 香港的底子好 我們是有優勢的 所以環境比較穩定 無論是政治環境 或者是疫情的環境穩定 香港的經濟是會再次反彈的 但是儘管如此 有一些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 他在重整他的業務的過程 都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在諮詢施政報告期間 都有不少人士提出 政府早前提出了一些寬免的措施 即是減租或者豁免的措施 是否可以再延長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大體都應該到今年內就會結束了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延續這些早前寬免的措施 行政會議在上個星期正正通過了一系列的規例 因為很多都是法定收費 規例將它延續 但是真的很奇怪 沒有報紙報道 亦都沒有傳媒報道 所以容許我在這裡 就簡單重複這一系列的延續輸減的措施 等到廣大的市民都知道 他們可以給一些商界 特別商界的朋友 是會知道這次他們是會受惠的 我們對於現行豁免的寬減期延續 是有不同的 有些會長些 有些會短些 基本上有些是四個月 有些是去到十二個月 換句話說 現在公佈的寬減措施的延續 最長的一批是延續到明年的十月 明年的十二月底 明年的十月底 整個2022年有相當的寬減措施 是會繼續持續地提供給有資格的企業 這些豁免寬減措施是為及多個行業 特別是受影響嚴重的行業 包括航空、海事、物流、魚籠、零售、飲食、建造 以及旅遊和娛樂業等 全部都是它本來要交錢給我們 我們說你可以不交,交少些 估計令政府減少的收入是一共三十四億元 這也是這一批措施的總值 其中我點幾項 比較多人受惠 第一就是我們延長多額外四個月 非住宅用淡水 我們會減收75%的水費和排污費 這對於餐飲業是很有幫助 對於商用車輛排照費用或驗車的費用 我們會延長豁免一年 對於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費用 我們亦會延長豁免或減免的收費一年 對於一些做電業承辦商或電業工程人員 註冊或註冊續期申請的費用 亦都是延長減收一年 以及在政府物業內合資格租戶 以及在地政總署核下合資格的短期租約 即是short term tenancy的租戶 無論是租金或豁免輸 我們提供75%租金和費用的寬減 延長多六個月 這一批是上星期經過行政會議通過的 今天我會再公布另一項相關的措施 就是有一些小型的企業 租了政府的地 例如做停車場或租了我們的物業 往往到期的時候是需要重新招標的 即是我們不會給利用的 一定要重新招標 一來公平 二來可能反映市場的價格 但是這個對於現有的租戶 在它重整業務的過程裏面 是一個很大的困擾了 即是我本來看到有多些生意 不是的 政府又說收回地 收回舖 來重新招標 所以現在我就公布了 就會容許這些現有的租戶 按現有的租約條款 逐租至明年的三月 即是另外多六個月 我們估計大約有四百份 這些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 是透過招標出租的 當中遺數不少 是快到期要重新招標 所以現在暫緩了這個招標 即是公開的招標 就可以讓它們有一定的穩定性 亦都可以緩減了它們在經營那方面的壓力 另一個上個星期公布的措施 亦都好像沒有什麼人報導 就是這個廣受歡迎的中小企的融資 這以下的百份百的擔保特位貸款 亦都延長 即是一直延長到明年的六月三十日 因為這個百份百的擔保貸款計劃 是及時雨來的 亦都廣受中小企的歡迎 我們其實已經多次的延長了 現在再延長去到明年的六月三十日 截至到今年的七月底 在這個百份百的擔保貸款計劃下面 批出的申請貸款已經是接近六百五十七億港元 為及超過二萬五千家企業 及超過三十萬相關的員工 繼續延長相信是有效舒緩中小企的資金的壓力 但由於延長了 我們的承擔額亦都要增加 原本應該是一千八百三十億元的承擔額 現在我們會為它提供額外的三百五十億元 那就是說這個中小企融資計劃 擔保計劃的總承擔額 將會高達二千一百八十億元 那希望為中小企的朋友 都提供一定的舒緩 好 今天說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 現在提問時間 請問提問的記者先舉手 喊到你之後 先介紹傳媒機構 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前排白色衣服 各位記者 請問 林太 你好 NOW TV 想問一問 首先就是 月中有明報報道 就是政府高層指示一些公營機構 是停聘AO的 想請問一下消息是否屬實呢 你自己本人或者其他問責官員 有沒有落過相關的指示呢 第二條問題就是關於 早前立法會議員鄭松泰 就是過不了資格審查 就沒有他的立法會議席 理據資格審查委員會 是沒有公開過的 對他本人來說 是否公道呢 還有對於一些未來 還想參選的民主派來說 其實很難有甚麼參考作用 那日後他們還有多少參選空間呢 最後就是想問一問 有報道指 可能政府日後會收緊一些 就是進入處所的規定 沒有打針的人 可能連交通工具都不能回答 那其實這些消息 你又可不可以澄清一下呢 就是政府會想收緊一些 進入處所的條款去到哪一個地步呢 麻煩 第一個問題就是 據我所知就沒有 不過我就不介入公務員的 管理的工作 你需要可以跟聶德權局長澄清 我亦都覺得不會有的 每個人有工作的自由 這個是基本法保障的 加入了公務員的行列 我們當然希望他可以有這份使命感 繼續服務社會 但是如果他是想在外面 尋求更加好的發展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 也沒有什麼能力可以阻止 他擺下封辭職信 或者給夠通知 或者補錢給我們 他可以離職的 所以是沒有這件事發生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在今次這個選舉委員會 戒備分組的過程裏面 是首次援引在法律上面 這個亦都是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訂了附件一附件二 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由政務司司長來到去擔任主席 亦都有三位官員 三位社會的人士 就關於你提的個案 是一個唯一的個案 今次資格審查唯一不能夠確認的個案 就是這個 資格審查委員會 按照人大常委的機制 在本利法律也有這個條款 就是向國安委 由我擔任主席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委員會 是尋求一個意見 我們亦都是按照 早前公開了的程序 就是我們請警務處 國安處做了一些調查分析 然後我們就作了一個判斷 國安委作了一個判斷 出具了意見書 是被資格審查委員會 這個個案是不能夠通過的 但大家都記得 國安委的工作是不予公開的 而國安委出具了意見書 被資格審查委員會作了的裁決 即是不能夠通過資格審查 從而沒有這個候選人 或者他是一個當然委員的資格 亦都是不予上訴 但是在過程裏面 我相信那些人士都有說 我們是有問過 是有提供了我們掌握資料 給他回歸一些意見 我們這樣看 你有甚麼想申述呢 所以這件事都是清晰的 都是按照早期 我們通過一條法律 所謂負面清單 和正面清單來做 這兩個清單都是很清楚的 我們一定是掌握了證據 才在港委作了這個決定 然後交給資格審查委員會 來做這個決定 第三個問題 目前來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計劃 就是將進入一些地方 和打針直接掛勾 但當然早期我們是有一個 或者現在也適用的 就是一個vaccine bubble 一個如果是接種了疫苗 有一些處所的營運是比較放寬 這個也是一個安全考慮 例如餐飲業 如果是員工打針 顧客打針 其實已經可以很正常運作 這個所謂D類的餐飲業 所以近日社團都多了一些活動 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完全拒絕一些人 進入一個處所很硬性 現在沒有這個考慮 但是去到甚麼情況 可能逼不得意要做這個考慮 就是如果有另一波疫情來了 現在我們第四波完結了 兩三個月我們都頂住 沒有再有新一波的疫情 如果很不幸 有第五波的疫情來 但是我也不想 就是又是要關閉很多東西 你記得我們說過 自從四月開始抗疫新路向 希望持續保持社交配例的狀況 不要時開時山時鬆時緊 特別是學校 如果又停了面授課程 就對學生影響很大 我剛才說了 所以去到那個情況之下 要讓有些處所包括學校 可以繼續有面授課程 到時用甚麼來劃分呢 恐怕可能就是 你有沒有接種疫苗 有沒有了這個保護 你才可以去進入 繼續在這個學校 接受面授課程 繼續去參加活動 但是暫時沒有一個推行的計劃 時間表 下一條提問 又有上面後排的那位女記者 Hello Mrs. Lan This is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first question There have been more people saying that Hong Kong's border with the mainland won't reopen until after the Winter Olympics Could you verify if this could be a possibility if so how can Hong Kong's economy survive without reop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he second question What's your take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alliance behind the June 4th vigil How do you see the criticisms over the crackdown of the civic society The third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Zheng Chong-Tai's case But the government gave no reasons or clues on why he was disqualified So how could you give assurance to parties or other politicians in joining the upcoming elections while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red line Thanks OK Of the three questions First is I will not comment on any rumour or speculation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an authority to stipulate that when or how the border will be open when I said border will be open that's a shortcut to addressing the problem because Hong Kong's border with the mainland have never been closed Since January last year we managed to maintain what at least the Shenzhen Bay land border and the Ganshuang the bridge and of course the airport but as a shorthand to discussing this problem if that's what you mean so I will not comment on that sort of speculation but my respon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us to predetermine situation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that sort of quarantine travel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because much depends on the COVID-19 situation so the utmost priority of Hong Kong now is to control the COVID-19 situation s more or less we have managed to achieve and attain zero local confirmed case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defence is to prevent importation of cases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lso through rather stringent testing and quarantin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nfected cases to go into the community and with that being built up then that is the time that we could start to have some quarantine travel in a very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about reassuring the business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have read my last report the 19th report on how Hong Kong SEL government tackles COVID-19 which was released last Friday and every time I send an English version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hether they are consul generals or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I said therein that y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ant travel they want travel to the mainland they want travel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tage of Hong Kong is being the gateway into the mainland China because that's a huge market many companies have chose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at very unique positioning of accessing the mainland market so they have told me repeatedly that they wanted to go into the mainland to inspect their business to talk to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so I explained to them that if that is our joint priority then we should support and embrace the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as far as overseas arrivals are concerned because the more you relax on the overseas arrival the lesser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go into the mainland it's 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of the situation but I promise them that we will try to make our measures more humanistic whenever possible but to relax altogether the restrictions on arrivals it's not a wise moveof Hong Kong the second issue about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police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 a very important article which is article 43 which enables the police force to take extra measures there are altogether 6 extra measures under article 43 and so as I have said many many tim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not a piece of toothless law it is to be fully implemented and used whenever necessar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o stem out any activities that will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so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police is using this power properly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and to ask for the information I would not agree with you in describing these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as a crackdown of the civic society we respect civic society Hong Kong has large numbers of NGOs and think tanks and research agencies who are shouldering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y in trying to improve Hong Kong situation but where there are associations whether they are registered or not registered that exist in order to undermine Hong Kong's security let alone to advocate independence or collude with external forces to harm Hong Kong and the country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condone so these are proper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taken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in this case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now about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a person who was supposed to be an ex-official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his is provided for in the local legislation which was enacted in May this year to implement the amendments to Annex 1 and Annex 2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you should take comfor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uch case and in that particular case the CERC that is the Committee on Eligibility Review has on candidate eligibility review committee has sought the advi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which I chair an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police force we have provided a view to the CERC and the CERC has taken that on board and decided that that particular person could not meet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laid down in law so he is disqualified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no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uld be disclosed so that was the legal position but in another contest in another piece of law we have laid down very clearly what do we mean by not fulfilling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a public official the negative list and the positive list and in the course of interacting with a particular person about his qualification there is a process this is to fulfill the natural justice there's a process to show him the documents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collected and give him a chance and all these processes have been faithfully followed in this case but we could not disclose it 今日最後一位 前面白色衣服 廖李建源 你好特首TVB 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特首就說到 要用多些資源 去令大家打針 但其實具體都有些什麼方法 去鼓勵市民打針 好像連樓都抽了 仍然都不是那麼理想 政府其實還有什麼板斧呢 特別是針對長者 例如會不會用多些醫療勸 甚至叫商界給多些鼓勵 特別針對長者多些鼓勵給他們呢 另外就提到 同內地通關方面 要努力在外防輸入 和提高接種率 其實在同內地相對過程中 到底有沒有一些硬性指標 或者去到某一些指標的時候 其實就真正是可以通關指入可待 而不是現在好像一直都沒有什麼聲音 另外就是 其實現在高風險地區 只有可能10個左右的 有些認可疫苗 剛才林太太就說 會跟其他國家續個商討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跟 全部這麼多地區商討呢 A區那裡 麻煩 三個問題 就要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是全社會的責任 當然特區政府是首要有責任 所以我們這半年來 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源 開了很多社區的疫苗接種中心 也都有很多外展上門去到的企業 我想你們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差不多天天都在街上去探訪這些 在做這些接種疫苗的 但是市民真的要共同努力 其中一個群組要努力就是醫生 因為長者特別信醫生 醫生告訴他安全 他就會安心去打 如果醫生自己有猶疑 早期真的有 我行會成員林靜財醫生都說 早期的醫生很保守 這又不行 三高都不能打針 現在慢慢都是醫務界的醫生 都是幫忙 不過可以繼續令長者放心 另外就是長者的親朋戚友 子女 可以跟馬爺說 孫子想上學 如果大家都打針 孫子可以經常上學 不需要留在家裡 來看電腦 所以是傳媒要努力 傳媒也可以努力 與其經常都說 政府做什麼板斧 我請你們大量推廣一下 叫市民來打針 指標跟內地通溫 因為新冠疫情的情況不斷變 所以如果它定了某一個指標 但是大家的標準不同 亦都是很難去做 所以到今天為止 就沒有一個很硬性的指標 就是說你本地清零28天 或者每天輸入過不超過五 沒有這一類的指標 因為情況不斷地變 所以要看的是那個制度的健全性 以及全球的疫情 如果你說現在全球的疫情 都好像香港那樣 那就放心吧 大家都很放心 但是不是的 全球的疫情還在惡化 所以我們會很努力 我相信中央是完全明白 港人熱切期盼 可以免檢疫回內地 儘管是逐步有罪 分批有quota 有配額 它都願意與我們考慮 但是這個工作要繼續努力 第三 其實那個討論 不是那麼複雜 我們在A組的國家 有些已經屬於機制以來 譬如英國 美國是一個機制以來 在機制以外 我們就跟當地政府透過本地 的總令去談 你那裡是打什麼針 是怎樣打 是怎樣證明它打了 因為香港的制度 只有一個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 沒有私人可以打到這個針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說我想打第三針 如果政府未推出第三針 是沒有人可以在香港打第三針的 因為所有的疫苗 都在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以內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個國家是在用什麼制度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接受 那個國家回來的人 拿著那張證明 有時是一張保證 有時是一張紙 有時是一個電子版 就是屬於 已經完成了接種疫苗 所以就是歡迎它 可以回來接受檢疫 不是那麼困難的 所以我相信 食衛局的同時 會接觸這些總令 就跟他們談 碰巧我上個星期五 就現請東盟十國 東盟十國的總令在香港 我在直上都是跟他們解釋了這個情況 因為當時還有一些說 不只是外傭來得 香港其他人學生不能來 諸如此類 那我就解釋了不是 另外也鼓勵他們 這個認可疫苗接種的紀律可以相向的 他不需要等我們逐個去找他 他也可以拿齊了資料 跟他當地有關的部門對接了 然後整套的資料交給我們 我們看完 這個就是了 這樣就可以做了 不過當然我們率先是照顧到 需要拼用外傭的家庭 所以先討論了 就是印尼和菲律賓 這兩個國家 兩個總令都是很合作 很滿意 現在做了的 加上我今天提出 我們會用竹高灣這個地方 作為檢疫 增加接近800個量 希望能夠讓有很緊急需要 外傭用工要回來的家庭 可以在短期內歡迎外傭回來 在這裏我再說一句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 現在唯一這間 安排給外傭用工回來的酒店 是值得表揚的 他真的為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因為一開始接受預訂 就有很多很多查詢 訂不到的當然會有點怨氣 但是酒店的員工 都是非常耐心解釋 亦都給予我們很多資料 和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讓我們將來做我們自己 那裏預約的系統 亦都會做得比較妥當一些 所以在這裏都代表香港市民 感謝這間酒店 最後現在仍然是東京奧運 殘奧會的期間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乒乓地獲得一個銅牌 但是無論獲得獎牌與否 我們的雙殘奧運動員 都是非常傑出的 我曾經先有兩三次在現場 跟他們打過氣 包括2008年的北京的殘奧會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香港的殘奧運動員 他們一定是用盡他們的能力 來參與這個國際城市 多謝大家 臣太宋余哥有沒有被叫控 臣太宋余哥有沒有被叫控